认识葛董事长是在品牌协会 那他的品牌的使命会非常的清晰 每次他都会应该是主动的就上台 跟所有的会员分享他对品牌的一个坚持 同时也提出很多新的创意 因为品牌最需要靠创新 我所了解的欧莱德所做的都是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 产品范围很广 但是没有想到在绿色的这个目标之下 还有那么多新的把戏 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又轻轻地把绿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让消费者能够了解 而他所要面对的实际上是全球的消费者 所以他这种创新以及坚持品牌的一个使命 在国际上花光花热 可以算是我们华人之光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 很多世界级的企业规模都很大 研发的资源也很大 但他竟然在很多在国际上的场合里面 拖赢了和出得到领袖奖 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情境 那我也觉得我们台湾做品牌 第一个当然要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品牌 持续的创新 台湾面对国际市场 当然挑战是很大 相对小的All Ride 可以为我们台湾在国际上发生 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可以说是以V2V的品牌为主 在国际上隐形冠键很多 那如果是一个V2C消费性的品牌 相对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方面要利用时间 另外一方面要利用不断的创新 在市场上来提醒大家来自台湾的品牌 就是不一样 那这样品牌价值累积出来以后 台湾整体的国家形象一定会更好 以后一方面要利用不断的创新 在市场上来自为四个集团的创新 在市场上来自大房里面的创新 在市场上来自为四个集团的创新